各位晚安 昨天在華盛頓 昨天在Toronto回來 哇 很大雨 突然之間好像冬天一樣 全程都是大雨到不得了 一路一路開車去拿回來 今天我就想講講現在那個總的形勢 都很亂 很多消息 尤其是習近平的問題 習近平呢 我昨天一直開車 我都在聽聽其他人說話 多方面的說話 我又有一點點 北京也有些朋友了 這次看來整個政治局 多數已經說過半了 過半的政治局裡面的人 就是整個政治局 不是只是常委 就是對習近平就非常之不滿意 直接公開講 開講活動很少的這些東西 實際上他就是受到指責了 清零和他對普京那種支持 清零和他對普京那種支持 政治局裡面 就是他這次是失勢的 讓步去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有些傳言 那些我就不敢相信 但是他失勢了 是讓了步的 讓了步 所以就立即當天 那個戰狼 那幾個外交部的戰狼 就立即那個口氣 口吻 就改回 改回 不敢這麼囂張 還有就說俄羅斯是侵略烏克蘭 那一路都不肯承認的 那這次是承認的 那就是那裡呢 就是幾大一個轉變 而且呢 你看到胡錫進 當然是收到消息 胡錫進收到消息 或者收到他在政治局裡面的人的說法 就說那個清零是不對的 那後來為什麼要補獲呢 就是政治局不想 不想國內 或者全世界看他們 看他共產黨裡面有分裂 就強硬就再說要支持清零 就補回那件事 那個胡錫進就立即就刪回自己的帖 就加回兩句這樣 那這個呢 就是不是胡錫進 不是胡錫進看錯的 不是他猜錯亂來 或者猜錯形勢 他是兩句寫出來說 不可以無底心談 你那個代價 那個清零的代價都要合理 就是他講這句話 那就擺明就是 就是政治局裡面反習 反他清零那件事 那現在整個清零那件事 看起來 說就說會全國都做 但是就是一種表面化的做 當然也會有 也會有人就是 還有人支持習派呢 就是真的間速來做 但是呢 在幾個反習的地區呢 就是沿海 一直沿海 上海 當然是關鍵上海了 以前有江派勢力強的地方呢 就基本上是表面上做的 所以現在上海呢 都是共產黨的東西 實際就收到 收到不同的信號 但是呢 就可以這麼說 就是兩手表面上就在這裡清零 但是實際上呢 就已經是做到共存了 就是要做一場戲 又要做一場戲 哎呀 組織共產黨的改變的人做人難 永遠都是沒有辦法做真人的 沒有辦法按照真的事實來做人或者做事 這個就是活在這樣的世界上 你說多慘呢? 如果你的孩子要在那些地方搶打的 那你說多糟糕啊? 你看完以後 現在每個國家去到得這麼差的人 的情況之下呢 講真話的機會就越來越少了 香港的問題 我的看法 實際都是 林鄭不是很主張清零的 整件事都是 一個正常一個人在香港長大 很難 李家超就做警察 警察什麼命令下來了 根本是不猶豫的 立刻要執行 所以選舉是有些道理的 當日 現在怎麼下去呢 又沒有什麼改變 很難說的 國內的事情 天天都變了 你看看 只是5月5日那天 變得多厲害 兩天前 一個開會全部變了 所以這些就是不穩定 這些國家就不可以留在這裏 你這麼不穩定 隨時變得沒有安全感 照樣靠我也在 T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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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äufig 都已經正常人呈inky 都貭乎 因為貴乎個人 spies 正常任地不公開投票 那個人無分 использ用的 可以很好 2005 個人歡迎 所以他那個馬某某 三十八歲的那個 說要搞那個海外 叫做臨時議會 這個臨時議會跟我們的思維一樣 原因不同呢 他沒有提到選舉兩個字 要選出來才是真的 但是他就沒有說這件事 這個人的成立 他們不是很明白 雖然那個姓馬那個都算是不錯 又是講人權 又是天賦人權 但是他就不是很明白 民主最基本的就是要選出來 就是要普選出來 不是代議 是普選 所以他就沒有說這件事 這個跟我們那個香港議會就很大很大分別 這一點是關鍵 沒有這一點就根本沒有民主 只不過是體制來的 就是他講的那些東西 是好東西來的 沒問題 但是怎麼去到這個地步呢 就是靠普選 這樣就叫做民主了 所以我們跟它不同很重要 這件事就是關鍵 很關鍵 關鍵就不得了 因為我也聽到香港議會聽到很多次 為什麼我過去那四五個月開始投入呢 就是我覺得這件事 如果可以行得到的話 那就是真的 真的民主 如果不是呢 只是強行找幾個 所謂民運分子 但是我沒 sits there 叫做一個牌 list Taba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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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nguna 這次習近平這幾天一直看 現在很多事情都變了 很多事情都會變 可能香港人都會變 都會軟化 因為你看到王岐山去韓國 那個總統就職典禮 那新總統就職典禮 王岐山就會在典禮那裡和美國 應該美國去的可能是John Kerry 就是以前奧巴馬時代後期的國務卿 前期就是Hillary 後期就是John Kerry 現在他命核就是港環保的 實際他就一直都跟拜登 拜登後面的奧巴馬 一直跟總統溝通怎樣推翻習近平 這次你看到議會 眾議院 是因為普通會重新的調整中共的 pelo gewesen... 很多人都會去了香港 其實他們卻他在中國 等於去做iah 很多人都說了 這個做法 他們他們都一說了 但是我現在也不需要來做這樣的意思 所以我現在是招致了 這個 壓制情很強的 大家都知道 他們會準備好了 這個壓制情很強的 這個壓制情很強的能力是日本人 你都沒有辦法做到這裏 但是你也沒辦法做出了 習近平和中共要分開 在俄羅斯他們正在做的就是 我普京和其他那幫人 那幫寡頭又想分開 想辦法封了他們的資產 讓他們反普京 在大陸就上那幫共產黨員 那幫高級共產黨員 那幫權貴的任何都好 就反習近平 實際上美國現在在做的 就在幫忙換了他們兩個頭 英文叫做regime change 我們叫做政權 在這兩個專制政府下面 就換了個頭 換了那幫人 都差不多等於是做斬首行動 可以說用血腥的斬首行動 就是要換習近平 你看到了 路過去的一個年多 由索羅斯一直都說 個個都看出來說要換習近平 原本布林肯 美國國務卿 原本這兩天 原本前天 應該有一個專門是對付中共的政策 其中又是針對習近平的 不過他就怎知道 中了招 就不說得了 找華爾街日本漏了一點點出來 基本的意思都是一樣 去習 去習 去普京 那麽這個是一個美國政策 你們現在明白了 真是 未必是直接 但是主導全世界 講到最後 都還在美國 你看看 現在它在做什麼呢 就是在去習近平 去普京和去習近平 它用不同的辦法來給壓力 或者跟裡面國內的勢力配合 那麽這次王岐山去韓國有幾特別的 一般來說就是派總理去的 很少派國家副主席 那麽尤其是他跟美國的關係就很深 就肯定就有事情談 有事情談 那麽那裡呢 這些這樣的機會 就職典禮啊 或者喪禮啊 國家元首的喪禮是最好的機會談的 那麽上次呢 記不記得 上次那個 那次呢 就 那個什麽呢 是 日本日王 日王就職典禮呢 那麽美國呢 就派了趙小楠 趙小楠 趙小楠 即是McConnell的老婆 那麽呢 就中國呢 又派了王岐山 但是你看到 被人拍到 他們兩個在那裡 在那裡 即是這樣 講話 在那裡 大家這樣背著那個帳機在那裡講話 就是他們那種溝通 這些溝通呢 很難經過任何渠道的 就是這些 非常之好機會 這次呢 就 王岐山呢 就有 那麽呢 就是美國那邊呢 看看是誰了 我猜啊 我猜是應該是John Kerry 因為他兩次去上海 開會啊 跟楊潔篪他們都有計談的 這個 大家看著 現在國內那個深層次政府開始浮出來了 雖然呢 過去那幾年呢 就好像很聽話那樣 很聽習近平的話 但是呢 現在開始呢 這次呢 就是大家站回自己那邊了 這次上海這件事呢 就是大件事來的 就是 根本就是 我早就開始講了 就是兩個月前 這個是戰場來的 上海這個就是戰場 前線了 就是最前線 你看看那個張文雄 上次都說拿他拖低就拖不低 這個張文雄就是港派的代表來的 那你就看到了 這個形勢就是這樣 變得很厲害 我猜會變得很厲害 你看看 爲什麽我說 習近平失勢呢 三個運動會都取消 就是接下來那三個 在大陸要舉行那三個運動會都取消 不是疫情 因爲習近平一向都是拿那些運動會來出風頭的 你讓人知道他 就是一些場面 三個運動會都取消 說就說延期 實際就是取消 那就是說 就是說呢 其中他們攻擊習近平呢 就是說他各人崇拜 那黨章裡面呢 寫得很清楚 就可以說各人崇拜的 那這次在廣西 你也看到了 搞一個這樣的選舉 說選了他百分之一百票 接著又剩下了一些紅書 像那個梅雨綠那樣 搞了一些紅書 所以這次習近平有幾方面要退的 就是清零呢 就要做表面的而已 做表面化而已 然後呢 就是俄羅斯呢 就要接守俄羅斯是侵略 說啦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來的 如果是侵略的話 你不可以隨隨便便去幫他了 就是說這個是中國的外交政策會變 那這兩個是最厲害的 那接著呢 就看到了 那三個運動呢 就不舉行 因為不舉行呢 就是說呢 就不想他搞個人崇拜 所以三件事的 看到他有三方面在這裡退的 再重複啦 說俄羅斯是侵略 侵略阿蘭 然後呢 清零那裡呢 要做一場戲 只是表面化而已 然後呢 個人崇拜 要不可以再下去就有個人崇拜 這三件事 我們看起來會貶得挺重要的 那麼就 這裡 這幾天 現在這幾天都很精彩了 那麽再說回俄烏戰爭 俄烏戰爭呢 我差不多看那時候看他打了兩三天而已 兩三天 但我一打下去 為什麽這麼差勁呢 那我就馬上跟我的朋友 在羅斯坡那邊的朋友就談了 那時候剛好開始打的時候 就開始出兵 俄羅斯出兵的時候 已經知道他失敗了 原來呢 他們美國有好準備的 簡直是 等著讓普京出手的 出手就適合了 適合了美國那幫人 不是說哄他入局 但是是有備而折 知道如果他走進來 全部都起動了 整場對付他 人家準備了一、二、三、六、七、八、八、八 準備了 花了不知道多少錢 美國在奧巴馬花了很多很多錢 奧巴馬那時候決定 說克里米亞就不跟你爭了 但是我做好準備 你以後再踩過一步就全面反擊 這次普京就中了這招 他都知道肯定有信息 但是他以為拜登就這樣 他看到他阿富汗這樣的款式 他想著他就不會夠膽幫烏克蘭尼打俄羅斯的 打成這樣 現在人家看到了 現在直接要趕他出去 趕整包克里米亞 直接要拿俄羅斯所有冰軍軍隊趕出去 去到什麼程度呢 現在已經開始在這裡截他的供應線了 那就是說 有什麼事情呢 那幫兵呢 到最後回不了去就會做到 回不了去 所以那邊已經 普京那邊已經開始 把人家放信出去 就要求和談 這邊呢 烏克蘭和美國這邊就誤談 說要拖 拖到你就拖到你普京下台為止 最終目的就是要拿俄羅斯的核武器全部清倉 而且美國已經定了政策 拿俄羅斯當中國 當它一個敵人 不是當是兩個國家 當它一個敵人 這個就是布林行準備出來說的話 就是當它是一體來對付 那就是說呢 中共最終目的是 中共和俄羅斯的核武器 美國是要拿他們 叫他們解除他的核武器的武裝 你用這個字就解除他的核武器的武裝 直接去到這個程度 都很徹底的 很少的 實際上每個人都看少拜登 但是實際上今天不是拜登在這裏做事 而後面是奧巴馬在這裏做事 後面是奧巴馬 他們有幾個人的 包括Hillary 包括有一個叫Susan Rice 我剛才講過John Kerry 都是他們的首人 那幫人呢 就是他們現在被特朗普做了任之後 他們回來就拜登做面 想完成了他們 當時奧巴馬時代沒有完成的 而且他們還大想頭 打算一直由民主黨執政下去的 他們一直在後面就順連聽證 在後面指揮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計劃 你看到這次習近平失勢 和普京打敗仗 現在就會導致他下台 這個後面全部是美國在主導的 這個就是國際警察 國際警察對付兩個所謂黑社會 美國就是所謂扮演國際警察的腳色 習近平和普京實際就是在政治上是黑社會 就是他們不講規矩 或者國際規矩 他們完全犯了 習近平你看到啦 香港就是 那個總經理的聖明 早知道他答應了 那些事情都不做的 國際協議啊 國際的條約 全部都不做的 聯合國那些事情就滲透了 然後就什麼都不做 普京也有的 那麼這個警察就是美國 你不做嘛 你不做 去到一定的程度 美國就要出手了 因為他這樣再不出手的話 美國沒有辦法再擔當自由世界的領導 又是警察 又是自由世界的領袖 所以這個現在是一場非常精彩的一場的全球革命 我們香港是有些希望 有些希望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YouTube 我們今天就做一個 你做愛的聲音 我今天環境 我們今天預估一下 你今天在大小小小小小的球 每天都在大小小小小的地方 我們今天就來看我 就行了 我們今天做到保重 大小小小小小小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